中国台湾网消息 战斗力仍在 不幸的是镇远于12月18号 在刘宫岛处交搁浅市区战斗力 极致在两个月后的 威海保卫战中被日军俘获 然而让中国人倍感耻辱的是 日本将镇远舰的铁毛 放到东京上野公园等处展示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战败 作为战胜国的中国 才将上野的这只铁毛运回国内 后来陈列于军事博物馆 寝室后人 蒋武一役 中国失调何止是北洋水师 1895年4月17号 北洋大臣李鸿章 忍着脸上的枪伤 用颤抖的手 在马关条约上签字 中国最大的岛屿 中国台湾省 割让给了日本 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占领台湾后 即开始推行殖民教育 到1936年 更是开展了 消灭中国文化的黄民化运动 千万不要小看了 这个文化运动 可以说它就是 现在台湾岛内的台独源头 台湾的台独分子 多数都有黄民血统 就看屏东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祖籍屏东封港 台湾行政部门负责人 苏贞昌祖籍屏东 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黄民分子 黄民知道 改造文化基因的根本性作用 都不遗余力地推动文化途中 用台独基因 替换台湾青年人的中华基因 在日本本州岛南部的 岗山福田 一个叫海神社的神台的顶部 放置着一具客友不动尊 繁文印记的铁毛 这是当年郑远舰的另一个铁毛 身上还残留着 甲武遗物在日本还有多处 在马关条约已经125年的今天 我们已能坦然面对这批甲武遗物了 然而台湾这颗尚未回归祖国的甲武遗珠 还深深地刺痛着国人的心 岛内由黄民演化而来的台独倾向 更是中国人心头的甲武遗恨 甲武遗恨不除甲武遗珠难回 125年前由于王朝的腐败 祖国被迫割舍了台湾 125年来 那些战死于大东宫海面 柳公岛海面的北洋遗魂 那些战死于彰化台南的黑曲军将士 那些战死布月楼的客家义军 他们在呐喊呀 因为他们为之牺牲的 就是大清的一统河山 拿什么杠为这些甲武怨魂 唯有两岸统一 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祭典 那些战死于彰化台南的北洋遗免 那些战死于彰化台南的北洋遗免